58岁陈小姐因弟弟罹患肺癌 决定自己也去做肺癌早期侦测计划 结果经低剂量电脑断层 LDCT竟真的在右下肺液出现高度 怀疑恶性的2.4公分节节 切除后确诊为第二期肺腺癌 持续追踪至今 稳定无复发 北荣总胸腔部胸腔肿瘤科主任罗永宏指出 肺癌家族史是重要的肺癌风险因子 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确实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 呼吁高风险族群要筛减 找出早期癌症第一期肺癌5年存活率约9成 但到第三期第四期就降到只有1至3成 差异相当大 依据国舰署资料统计 111年7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间 在公费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的受减者当中 肺癌侦测率为1.1% 其中早期零级一期个案占了85.1% 而北荣统计肺癌侦测率为2% 其中早期零级一期个案占了87.2% 显示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 确实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 另外更进一步发现 距肺癌家族史的患者为1.9% 重度吸烟者则为0.2% 显示除吸烟外 肺癌家族史是重要的肺癌风险因子 另有肺癌家族史患者97.2%为早期 晚期三级四期仅占2.8% 有肺癌家族史的高风险民众 因定期筛减才能早期治疗提升存活率 罗指出肺癌的种类包括小细胞与非小细胞肺癌 而肺癌高风险族群除了重度吸烟者之外 有肺癌家族史的民众 也是不容忽视的高危险族群之一 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筛减台湾部吸烟 肺癌高危险族群之研究TALENT指出 肺癌的发生率与家族病史息息相关 在有肺癌家族史的族群中受影响的一等倾越多 罗永宏说明肺癌的预防效果剩余治疗 主因是吸烟和二手烟 其他原因还包括油烟 空气污染职业暴露辐射线肺部慢性疾病 遗传等预防肺癌已减少暴露前述 危险因子为主要防治作为 有抽烟习惯或家族有肺癌病史的民众 应建立每年定期肺癌筛减的习惯 避免措施最佳治疗时机 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是目前唯一具国际实证 可以早期发现肺癌的筛减工具 能降低重度吸烟者20%的肺癌死亡率 所以高风险族群 定期进行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减 有助于提升早期肺癌的辨识率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